福建舰标配殲35 折翼隐形战机是首次曝光 香港的媒体星岛日报就说 大陆军事迷热传 福建舰将要海市了 那因为出现了这个 折翼隐形战机 所以呢军事分析家也说 有可能因此可以看得出 福建舰在2025年福役 应该就会赶得上咯 这个杨老师 前一阵子我们 这前一阵子就大概两个礼拜前 这个卫星的空拍图福建舰 有三条跑道 两条主跑道 那个第三条跑道的 那个上面的 那个就是等于是遮掩的 拿掉了 那第一条第二条 那主要的都还在 那所以你就看到 其实它已经就是 在跑道的这个推进上面 已经往前走 那那个遮住 当然一方面是为了遮阳天气 压力方面当然是为了这个保密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歼35的 折翼式的就是这个飞机 这个出现 已经很清楚 这个进程就已经往前推了 福建舰正式的要启动 尤其福建舰最重要是那个什么 是它的那个弹射系统 对不对 电子弹射系统 那那个就跟这个 这个歼35的关期 非常的密切 所以我觉得 这整个研发的进度 跟福建舰的这个推进的 这个进度 从外 我们一般看到的消息 事实上是同步进行的 那其实大概很快的 就准备要开始做进一步的 说不定测试或下水 好 老师要补充一下 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有 在最左边这边 各位有注意到它的涂装 有一个是灰色的 那另外一个是黄色的 一般来讲 这个是黄的 对对 还在实验中的这个战机 它通常都是涂黄装 等到它实验到成熟 准备要批量身材 要交给空军的时候 就会改用这个空军的这个涂装 我们会一般会看到这两部分 那另外的话就是折叠机 确实很重要 折叠机在航母 它可以缩短 就有很多的空间 因为一展一升开的话 你想想看它的空间量就很大 一折起来的时候 就可以多放好几架 那所以当折叠翼的战机 尤其是歼35 歼35目前来讲 在地面上试飞已经很多次了 那等到这个湖建舰 它整个把它的封顶都拆掉了 开始进行海事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会有第一架 我估计很有可能还是会先用 歼15来做试飞 然后再来就用这个歼35 如果有第一架的歼35 试飞推上去成功以后 那后面的就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架的那个王牌的这个试飞员 它马上会把它的整个操作的这个写成准车 来交后面的 那技术上本来就是这样 你交没有问题了 你交给大家 大家就按照规定做 那就会成功力就很高 一旦形成战斗力的时候 它会有效的牵制抵消了这个F-35的战机的功能 因为这是两款新的战机 都是隐身战机 所以美国的隐身战机跟面对中国的时候 它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我不知道我们线上的好朋友 你会吃代糖吗 也叫阿斯巴田 那这个说实在的 WHO现在已经正式的宣布了 要把阿斯巴田归类为可能致癌的物质 可能致癌 WHO都这样讲了 世卫组织这么说 可是美国的FDA却不认同 说世界卫生组织审查是有重大的缺失 杨耀明老师 这个是不是为了美国自己的企业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像是可乐啦 很多的这些食品 其实都会用到阿斯巴田 我们以前呢 你看三十多年前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你就看到就是他桌上放的 那一小包小包的这种带糖 对 没错 那因为美国人觉得糖可能会增加热量 等等之类的 因为他们美国人大概都 这个吃的都是非常的丰满 那所以呢 用那些糖来代替 因为他一定要喝多少杯咖啡 对 那现在WHO正确的告诉我们 你如果超过九次 九罐的这样子 比如说有加这样子带糖的 这个阿斯巴田的可乐 你就可能会严重致癌 那其实有一些媒体的报道 事实上你只要一天超过三罐 三罐的这个可乐 用阿斯巴田的 所以这已经变成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OK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WHO 有这样子的认知 就管美国人还否认 这个东西其实很吊诡 难道这个WHO 没有任何的这种医疗 或者是这方面的研究的专业吗 这个话他绝对不会随便乱讲 因为这个是对全世界讲 他是WHO 所以你就看到同样 气候变迁 美国人不接受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科学家 对 然后这个WHO 有WHO的科学家是这样 其实问题不在科学 问题在利益 当然不是科学问题嘛 WHO他就是科学的 我宁愿相信 WHO的这个科学家们 美国的科学 这个背后是有利益的 也就是有厂商的利益 多少的东西 就您刚刚讲的嘛 有多少个税客 Lobby在华盛顿 要求要用这个东西 他里面牵扯到 他会告诉你说这是饮食习惯 然后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科学数据 no 这完全就是利益 台积电子这个设厂的问题 又再度引起了讨论 为什么呢 说因为现在说要从台湾 再引进更多的劳工去 加速建厂 现在建厂是不顺了吗 所以要赶快加快进行 否则实在是落后进度太多了吗 但是呢因为要用更多台湾劳工 就美国的劳工说有不满的啦 他们担心被裁员或甚至是减薪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梁哥 因为美国劳工5点半一到 他东西就丢了就走了 他不可能为你加班啊 那要怪就怪美国劳工自己了 是他们的问题啦 对可是他原来的合约也没有说 他不能够引进台劳啊 那台劳当然就是比较认真嘛 他愿意加班嘛 赶工啊 事实上台积电 原来那个第一厂他盖了两年多耶 这已经完全不是台积电的速度了 对不对 然后当地的建筑成本又高 这不只是工资啦 就到了 同样是台积电 但到了美国就会变慢 对可是那个买料等等 那个你没有办法啦 你只能够就美国当地买 那个就是贵了 那可是劳工的部分 因为他过去的经验应该也是 比如说他在大陆 那大陆劳工也是一样配合啊 在美国 美国劳工就是不甩你啊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你就碰到很多困扰嘛 事实上我们最近也看到 富士康不是决定 要退出那个印度那个半导体 对对 那为什么做不下去 我相信他也碰到很多困扰啦 嗯是啊 这也包括水跟电啦 还有相关的技术劳工的取得啦 然后劳工的配合度啦等等 那后来就算了 是 所以坦白讲 我真的觉得半导体产业 就是在东亚啦 对 那不然就是在有华人的地方啦 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 才做得起来 因为有华人嘛 是 那不然就是东亚 就是韩国 日本也把它广义弄进来 都是儒家文化圈啦 要任劳任怨才能做得出来 就是只有儒家文化圈 博士才愿意加班啦 就这样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 全都在里面 明信息 回询 godina q bear